中文字幕 李宗盛 先生 您这儿肌肉有点紧啊 我要用点力了 用吧 小关 你还真会找地方啊 我来上海这么久啊 从来不知道有这么好的去处 听说 丰泉温度假村的项目要上了 我想广告策划的那部分 看望 这九通是个翻译公司 广告这一块自制不够吧 以前是不够 但是现在我们成立了独立的广告部门 还高兴从华智广告那边 把陆万东主任给挖过来了 投资有很多家 我们只是其中之一 那 还有几家投资了 这个暂时不方便透露 不过这样吧 我不打包票啊 到时候呢 帮你打几通电话推荐一下 可以了吧 谢了 要是就是这句话 小关 我建议你啊 还是挣点实在的钱 对了 说到翻译 我们公司最近这合约啊标书特别多啊 你那边可以派一名常驻女翻译过来 顺便兼职女秘书 这外形呢要出众 业务水平要高 脾气呢要逆来顺受 工资我不会亏待她的 有需要你早说嘛 难得开此金口 我能把一般的人往你那边送吗 这样吧 我把我手下最厉害的女将给你派过去 谁啊 小关 喂 什么 你刚才说 公司最强的女将谁啊 叶静雯 如果哪天你变成一座雕像 我倒是可以愿意变成一只鸽子 好 小关 你找我 对啊 静雯 GMF那边还需要一名常驻的翻译 他们王总亲自开口了 我推荐了你 王总 哪个王总啊 还有那个王总啊 王济川呗 不去 你干嘛不去啊 GMF的条件 待遇比我们高这么多 这是个肥差啊 不是亲信我还舍不得呢 那你找别的亲信吧 有你这样跟老板说话的吗 这是公司给你的任务 GMF是我们酒痛最大的客户 在生意上一直对我们特别的关照 还有新上榜的项目 也准备让广告部参加 但王总本来就严格嘛 如果我不派个放心的人过去 这招牌我可砸不起 静雯 你没心自问 这几年师哥对你怎么样 你就帮我一把 你就帮我一把 小小的牺牲 小小的牺牲一下 又打青琴牌 又装可怜哦 师哥 那既然这么好的机会 你应该问问小秋啊 看他想不想去 他可是赚钱狂人 小秋不行 为什么不行啊 我知道了 你不舍得他去 是不是 不是 你也知道嘛 小秋最近状态不好 我想他还先留在公司里 工作比较好 听听 一下子就分出 清书贵贱来了 你说你把我派到广告部 天天陪吃 陪喝 你现在还要亲手 把我往虎口里送啊 虎口 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 这哪里像虎口啊 GMF是世界知名的设计公司 方方面面都很正规 待遇就更不用说了 没准年底 还给你带一新去欧洲旅游呢 谁要旅游谁去 反正我不去 我愿意把这个珍贵的机会 拱手让人 那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邪门了 这年头还真是礼让的社会啊 旅游是有凄的 昨天是你送我回家的 嗯 谢谢你啊 不过 我昨天说的那些话 并不是指你 我没事 小邪 以后少喝点酒吧 你的胃不太好 喝酒生参的 靳雯说你需要一位翻译常驻GMF 对啊 他不大想去 我还在找其他的人呢 我可以去吗 怎么了 不想待在酒通啊 如果他不想去的话 估计你也只能派我去了 还不如我自动请阴 而且我也很需要钱 你确定 你可以调整好状态 去胜任这一份工作吗 好吧 过去需要换个新的环境 来改变自己 在我们GMF呢 一共有136位建筑师 而且90%都是男性 这一层主要是办公区 有五个设计师 还有一些办公及职能配合的部门 比如说我们人事部 行政部 后期制作部 还有一个小卖部 小卖部 开玩笑的啦 怎么会有小卖部呢 虽然没有小卖部 但是餐饮室 娱乐室 茶水室 员工休息室 却是一应俱全的啊 那翻译部呢 翻译部啊 翻译部跟小卖部 一起被裁掉了 啊 开玩笑的啦 翻译部啊 现在并入了行政部 我们公司只有一个正式的翻译 叫Emma 她负责德语和法语资料的翻译 她开玩笑 你下午就能看到了 这么大的公司 就一个翻译啊 不是 还有你吗 我 我 开玩笑的啦 还有酒痛 公司所有的重要文件 尤其是标书 设计案 设计说明等 都必须要用英法德三种文字 抄送总部备案 这些工作你都可以胜任吧 我 我一个人啊 开玩笑的啦 这些工作都由酒通做掉了 你只要负责 从总部及各分部发来的 重要资料 邮件 会议纪要 行业简报之类的翻译工作 如果是英文的呢 你就把它翻译成中文 转发下去 如果是中文的呢 对了 中文你懂不懂啊 中 中文 开玩笑的啦 中文你当然懂了 虽然你普通话说的 也还蛮普通的 来 我们继续往前看啊 这个楼上啊 就是总裁办 总工办 财务部 以及档案资料部 我们上海分部的总裁呢 就是王继川先生 你主要负责他的翻译工作 同时兼任秘书工作 就是PA 私人助理 来 看看这边 这间办公室 是王立川先生 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立川先生 是基川先生的弟弟 也是我们以前的总裁 王立川先生 是建筑界的一个传奇 他不但才华横溢 为人还十分地低调 他走了以后 我们都很伤心 我们大家都很怀念他 远逢不动的 把他的办公室保留了下来 还有他用过的那支圆珠笔 对不起 我有点失态了 你说走了 是 说他去世了吗 去世 开什么玩笑 他没有去世 他去苏黎市了 他回总部工作了 王总现在开会去了 下午他回来以后呢 我介绍你们认识 你先去熟悉一下你的办公区 跟大家打打招呼 有什么事就喊我 我去世了 开什么玩笑 萧社长来找过你吗 萧社长 我听说他为了追求你 都追到你家去了 不是啦 他那是出差路过 出差路过 这样的话你也信啊 我去世了 你想知道 为什么到现在我还单身吗 因为啊 我企图引诱这里的每一任老总 只是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成功 你真是小姑娘啊 我跟你开玩笑 你还真的当真了 你看 你前脚到他后脚就跟来了 我看你很快就会成为他的鸡下球呢 给你 给你 哇 这个包好别致啊 朋友送的啦 男朋友 以前的 那你这个男朋友应该赚得很多吧 我姐姐四年前也看上这一款了 可是太贵了 一直没舍得买 配你这条牛仔裤跟我一样 时尚又低调 这个应该不会是真的吧 我要是分不清真假 还在外企混什么呀 你呀 就别不好意思啦 人事部的姐妹都传开了 说你是萧关的新女友 对不对 对不对 社长 你好 那个 那你们聊 阿曼达 你们聊 我跟张总谈点事情 顺道过来看看 怎么样 一天上班 轻松吗 还习惯啊 我觉得比带酒通要轻松 应该是不轻松的 等投标一开始 你就会有很多口译的工作 最近他们在忙 温州那个投标案 你应该马上就会忙起来了 对了 前面那条街 开了一家很好的云南菜馆 听说米线不错 你说云南人 应该喜欢吃米线吧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 就尝一尝 我请客 不要了 我那个今天会有点不舒服 那好 那下次吧 你自己注意身体 我先走了 好 再见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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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以为你这家伙 每次都能百发百住 没想到采花贼 也有失手的时候 安妮 你哪根筋答错了 居然拒绝消官 我本来就不是她女朋友 我要跟她一起吃饭的话 那大家就更会误会了 既然这样的话 肥水不留外人铁 不如你把它介绍给我吧 你看 我又没有艾玛那种能耐 什么叫我有那种能耐 你给我说清楚啊 我是说你看 你看 你懂得那么多国的语言 这可找男朋友的范围 应该比我大吧 国内的你看不上 你可以找国际的 而且你想要几个就有几个 什么叫想要几个就有几个 什么叫想要几个就有几个 那得也是 再说了 我干了这么多年 还是前台小姐 明明叫Tricy 却偏偏被叫做Helen 反正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能找一个经济适用男啊 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Helen 别这么想 在这个世界上呢 别人都不可以定义你 除了你自己 Tricy 她说的什么意思啊 你怎么有空过来啊 我刚跟王总谈完事 最近捷买法上了一个大项目 叫做风泉湾度假村 我正在努力争取 让九通来代理这个专案的广告策划 那很好啊 如果成功的话 这将是九通有史以来 挣到了最大的一桶金 下班了没有 我请你吃个饭送你回家 又让你请吃饭 那他让你破费了 给个面子嘛 小秋 其实我有点后悔把你调走 这就相当于是给了你一个地方 让你避开我 是这样吗 怎么会 那就证明一下跟我吃个饭嘛 好吧 萧社长 还有啊 不要再叫我社长了 就叫我萧官 走吧 你干嘛一直看着我 小秋 你置身在外 身边需要一个伴的 不然喝醉了酒 谁来照顾你 如果被那些流氓趁虚而入 那就更麻烦了 你 你还没有男朋友吧 对了 社长 我听他们说 艾玛是你的女朋友 艾玛还挺漂亮的 谢谢小秋 你是故意再回避我吧 小秋 你不要逃走 小秋 从现在开始 我会让你弥不开我的 对不起 在感情上 我真的是一个很失败的 小秋 她要么是不爱你 要么是不能爱你 但是我爱你 我能爱你 小秋 面对爱情 不是静静地去等待 不是消极地去祈祷她 在爱情的字典里面 起始句是不管用的 要用把字句 要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地产生胃移 你 小秋 我会把你的心放在我的心上 对不起司机 麻烦你靠边停车 我要下车 小秋 小秋 你听我说 小秋 小秋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可是 好的 那我先走了 我的抱 我 可以 curb你 好的 老实伯父 魔恩 小秋 对不起 小秋 到到你中花里 李传 我想我撑不下去了 小秋